说到日系的性能车 你会想到哪一款 今天我们要聊的一款车 虽然它的性能很出色 但是官方并没有把它当作性能车 它就是马自达3的涡轮增压版本 它搭载的是 2.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根据海外的媒体测试 它的 0-96 公里 也就是 0-60 英里的加速成绩只需要 5.9 秒 这样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只是很可惜马来西亚暂时没有犯错这款车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款车型它的魅力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马自达是不太喜欢使用涡轮增压引擎的 因此新一代的马自达3上面 它采用的汽油引擎大部分都是自然进气的 你要涡轮引擎也是有 但是只有柴油的版本 可是这样的话就让这款车的竞争力显得没有那么高 于是在去年原厂就为它推出了涡轮增压的版本 它就是使用在 CS9 还有 CS8 上面的 2.5 公升 汽油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的出现其实是为了让马自达的大型车款 有着更好的动力还有更低的排放表现 所以它很少出现在一般的车款上面 可是这次原厂竟然把它放在了这个 马自达3的上面 所以让它的实力暴增不少 对于马自达3这款车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它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的操控表现 驾驭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出色 但是引擎还是略为差了那么一点点 虽然说 2.0 公升的 Sky Active G 动力表现也不差了 但是和其他的同级对手 涡轮引擎一相比的话 自然进气引擎还是吃了那么一点点的亏 而且 2.0 公升的引擎 在我国每一年要缴交的入税还是比这些 Downsize Turbo 更高 这一点也成为了马自达3的劣势 加上它是 CBU 进口的关系 所以它的销售成绩一直不能和这个 CVit 相比 可是我相信原厂其实也并不在乎这一点 而且重点的是 马自达3有它独特的客户群 所以它们只需要吸引这个独特的客户群就足够了 可是在北美市场 它的这个竞争就非常的激烈的 因为基本上北美市场是一个百花齐饭的市场 在 C-Segment 的车款中 除了美国自己的品牌 还有欧洲品牌 韩式品牌 日式品牌 都会来和这个车款竞争 所以马自达不得不祭出这个杀手锏 让马自达3的实力大大提升 在搭载了这个 2.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 250hp 峰值扭力达到了 434 Nm 当然这个是在特殊需求的燃油情况下 它才有这样的表现 如果采用的是普通的燃油 也就是我国的这种燃油等级的话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28hp 峰值扭力 420 Nm 同样的这样的马力跟扭力表现 其实都不差了 只是马自达在引擎的调教上面 稍微显得有一点保守 导致这一具引擎的输出 和很多的 2.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人会调侃 马自达是不是没有能力去调教这个引擎或者没有能力推出性能引擎呢 其实并不是 只是它们并没有把这款车当成性能车而已 虽然说马力和扭力表现对比其他的涡轮增压引擎都不算太高 但是实际上它的加速表现 还是很强的 根据美国的媒体 Mototrain的 实际测试 这款车的 0-96 公里 也就是 0-60 英里的加速成绩只需要 5.9 秒 这样的成绩是非常的出色 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测试的地方 测试时候车辆用的燃油以及气温都会影响车辆的加速表现 而且这个马自达3还有一个强项就是它拥有 All-wheel drive 全轮驱动系统 因此车辆的循迹性还有加速表现 理所当然的也会获得提高 因此可以说它是目前马自达限售车款里面 性能最强的那一款 当然为了凸显这个马自达3涡轮增压版本的性能强悍 这个Mototrain 也列出了其他两款价位接近的车型的 0-100 测试成绩 分别是 Mercedes-Benz A220 4Matic 还有 BMW 228i Gran Coupe 的 S-Drive 版本 它们都是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都是全轮驱动系统 其中在 A220 上面它的 0-60 英里加速是 6 秒 至于 228i Grand Coupe S-Drive 它的 0-60 英里加速是 6.1 秒 由此可见马自达3在引擎的排气量比较大引擎的扭力也比较出色的情况下 它的实际 0-60 英里的加速 还是可以赢过这个同价位的欧系对手 自从 Mazda 和 Ford 分家之后 Mazda 就再也没有推出了性能版本 而在 Mazda 3 的涡轮增压版本面世之后 不少 Mazda 粉丝都把它当成 Mazda 3 MPS 的精神计程车 但是原厂一直以来都没有把这款车定位为钢炮 只是把它定位成 Mazda 3 的一个性能比较出色的版本 所以实际上它和 MPS 相比的话 它没有那么的硬派 更为适合一般的驾驶使用 我相信本地也有不少的粉丝期待这款车引进我国市场 但是其实引进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首先就是 Mazda 34 CBO 的车型 再来就是这个 2.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引进本地的话 这款车的价格势必会更昂贵 所以当到了超过 20 万令吉 你还会不会选择这款车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不过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心得 就是大家可能也不要觉得太失望 因为虽然说 Mazda 3 CKD 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 CS30 在未来会 CKD 而且 CS30 也是有这个 2.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本地的 CS5 也是有 CKD 2.5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 所以未来 CKD 的 CS30 搭载这具引擎的可能性同样也是很高 虽然说我们买不到 Mazda 3 的涡轮增压版本 但不如我们去期待一下 CS30 的涡轮增压版本 其实两款车的操控表现等等都非常接近 外观也一样的帅气 你说是不是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不知道你对这个 Mazda 3 的涡轮增压版本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请鹵仔订阅一下 下方留言